第1241章 帮手 竟是之中的商谈 足足持续了一炷香的时间 天帝和诸葛武侯的谈论内容 除去了他们两人之外 并无第三个人听到 最终天帝帝郡寺是被这个至少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人族而微有动容 始终平淡如水的眸子里面泛起了一丝涟漪 语气平静道 你 不错 很不错 你所说的话 无会考虑 少年武侯微笑着汗手道 若能够稍有些微注意 那么亮于愿已足 天帝看了他一眼 看得出这个看上去俊美温和的少年 温和表皮之下潜藏着的桀骜和锋利 不见如何动作 就有丝丝缕缕的星光落下来 然后环绕在了少年武侯的身边 让他原本的衣服上多出了些许的星光痕迹 让他的身上多出了一种神秘 玄妙的感觉 而诸葛武侯本来就擅长天象类的法术 此刻更是能够感知到自己的变化 这可真是不得了 少年武侯微笑着握了握手 星光流转 在身边汇聚为七星九妖之像 玄妙万方 帝俊平淡道 为你留下了一层庇护 你可以放心 不必再切分自己的神魂了 普天之下 再无人可以亏伺你的心念了 来自于天地的馈赠 直接屏蔽了天机 因果等等 诸多力量的干扰 少年武侯微微一礼 微笑道 多谢天地关照 帝俊深深看了一眼 这个微笑醇厚的少年 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化作了星光消失不见 说得太多 不是他的习惯 严禁于此 对于道果层次来说 自道果之上分出一缕权能概念 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这毕竟是来自于道果层次 众生难以承受 帝俊满足了诸葛武侯的愿望 但是 在高频运用这个级别的权能之下 那个少年能够活多久 那是他自己需要判断和决定的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出的决定而负责 谁都如此 天地离去 行礼相送的少年武侯微微挺起了腰背 握了握拳 嘀喃道 时间上 应该足够了 此事 绝不可以让安渊知道 或许 应该说 幸好他现在被困住了吗 少年武侯收敛了自己的特性 而后整理了下衣着 与扇关金 一身茶香 夺步走出 渐渐地远去了 而在这个地方 忽而无声无息多出了一名青年 身材修长 气质却斜意 一双金色的舌头天然带着戏血和嘲弄 福西摸了摸鼻子 看着诸葛武侯远去的方向 刚刚的事情 他基本上第一时间就来了 然后看了个真切 帝君最后离开的时候 看了一眼他的方向 毫无疑问是被发现了 但是好在诸葛武侯这个小子 虽然说心机深沉疗 但是实力上还是太弱了 福西可以确定那家伙没察觉到自己 但是此刻却不觉得怎么样 只是棘手 揉着眉心 道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人族的血统一变了吗 妈了 这是狐狸还是人 怎么一个一个都这么难缠啊 还投铁 不愧是你带大的仔啊 未冤 福西感慨一声 手上的动作丝毫不停 直接伸出手 把刚刚的画面留影记录下来 准备之后直接扔给魏冤那个小子 反正福西自己是解决不了武侯的问题的 无论视觉 还是说魏冤 甚至于阿娃 都没能看出来诸葛武侯到底做了什么 但是福西却一眼看了出来 非常的老辣 那家伙竟然胆大包天道了 以一介凡人之躯 尝试拨动三介八荒的规则和秩序 疯了呀 人间界有话说给我一个支点可以撬动整个地球 那么诸葛武侯已经上手了 他不单单已经上手了 这家伙已经开始撬动了 疯子 天才 但是有趣 福西的眼底满是机上 至于为什么别人甚至于天地都难以看出来 福西却能这么容易看穿 那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概念了 无他 为首属尔 这事他也干过 不止一次 但是福西本身可是上古三大强者之一 怎么做都死不了 死了都可以从岁月中归来 这个魂魄强度弱得可怜的人族 竟然就敢于靠着自己和智谋 已经庞大无比的天机阵法 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其狂妄和胡作非为的程度 甚至于在福西之上 所以 福西现在非常欣赏这个小崽子 和蛙黄那么温柔不同 他老祖宗就喜欢这种又有脑子又莽夫 还有本事的文官 福西可是会陪着这帮小崽子们胡闹的类型 至于最后这些小崽子们会不会也被玩死 哈哈 那那就不是福西要考虑的问题了 搞定 这个小子一脸悲壮还淡定得要死的样子 我就看看他要做什么 到时候给魏渊扔过去 不管这个小子想要做什么 魏渊都可以一巴掌让他冷静下来 哼哼哼 到时候老夫就看戏 福西流影结束 天机不算一番 而后刹那之间消失不见 去了下一个地方 卓氏之中 卓氏大尊微微皱眉 他所困惑的事情自然是先前自己出手三次 竟然每一次都被察觉到 每一次都被阻拦 若是说一次还可以说是巧合 但是连续三次就绝对不可能是巧合了 看来是有谁将原始天尊被困的情报传递了出去 有趣 卓氏大尊思索一番 随意吩咐道 秩序 看上去清俊潇洒 在气质上颇为不羁的卓氏秩序之神 恭敬英氏 卓氏大尊吩咐道 轻气之事尚且还有其余的案子 有之前无所作下的后手 此时此刻 距离清卓两界的大战 也已经没有多少时日了 若是这些棋子没有能够动用的话 那么也不过只是死棋罢了 你去将这些后手解决 卓氏秩序之神先是英氏 玄机迟一道 不过 大尊 属下尚且有些事情 此刻火灼 去捉拿吕凤仙 属下虽然说也和他境界相同 但是相较而来 却并不是很擅长杀伐和战斗 秩序 就和清世的陆无一样 在其本身的主场战斗 看成是无可匹敌 具备有最全面的全能 攻防辅助 疗愈强化 动念之间就可以让任何的事情随心所欲地发生 堪称是全知全能之神 但是一旦离开自己原本布置下的秩序领域 其能够发挥出的实力就会有一个极大级别的下跌 虽然说对于飞道果层次的修行者来说 那仍旧是堪称碾压和绝望的巨大鸿沟 但是一旦和同境界擅长战斗杀伐的那些强者放在一起 就会有些不大够看了 大家的不善杀伐 那是真的不善杀伐 不像是某原始 此刻卓士 秩序的话明显是指的自己离开了卓士的火神火灼之后 并不太擅长战斗 担心自己会出问题 卓士大尊神色冷淡道 无妨 你且去 自然会派遣一名足够强大 足够擅长杀伐的人去帮你 你出发之前 自可以去选取一柄神兵和宝物 戴在身上防身 卓士秩序松了口气 道 如此 属下明白了 多谢大尊 于是卓士秩序之神行礼之后便退去了 此地就只剩下了卓士大尊一人而已 周围反倒是有些空旷起来 卓士之中 仿佛已经不存在 能够称呼地上道果层次的战斗力 卓士大尊双眸威逼 右手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忽耳 耳畔传来了一阵阵 轰鸣的声音 巨大 磅礴 仿佛一股一股没有上线的磅礴之力 横积苍穹 和卓士大尊敲击扶手的频率相互迎合 远远看去 可以看到卓士之中 山巒崩塌 大底开裂 一道道卓士的河流 也被磅礴的力量撕扯起来 席卷着 翻卷着 呼啸着 如同一条一条林甲巨拳 张牙舞爪的水中神龙 其声势之大 足以令百万妖魔扶手 让诸多神佛惊惧 加速 加速 疯狂靠近 直到 轰 巨大的黑影重重 撞击在了大地之上 纯粹蛮力带来的巨大冲击力量 化作了席卷而起的风暴 朝着四面八方 肆虐着 让地面被掀起来 宫殿都破碎 而这狂暴力量的连衣 在靠近了卓士大尊前面三丈远的时候就无声无息地消弥了 卓士大尊饶有兴趣地看着前面 咔嚓 咔嚓 有清脆的碎裂声音传来 那身影手中的兵器上 有一块一块碎裂之后的痕迹坠落 露出了金色的本体 散发出灰红之力 而后 在力量横扫掀起来的烟尘弥漫之中 一双金红色的双瞳睁开 如同高温淬炼 焚烧魂魄的无间之炼狱 那是一只猿猴模样的魔神 浑身散发着恐怖的 战斗之类别的气质 嗓音沙哑 道 属下 见过大尊 卓氏大尊的嘴角 微微勾起 微微汗手 不错 起来吧 是 那位从未曾出现在卓氏的魔神起身 其肌肉奔起 眼瞳金色 却近乎于没有温度的冷漠感 周身的可不屑煞之气 令人恐怖 卓氏新的道果 对应于清气之事 斗战圣淮水祸君 无知其 特有权能 死斗 第1242章 命运的判词 啪 无知其在沉思的时候 或一枚松果落在了他的怀里面 打断了无知其的思索 他的手握住这一枚松果 抬起头来的时候 看到了升起来的太阳照射出阳光 从龙虎山的道观上滑过 落在了自己脸上 一道清脆的声音问道 卫 无知其 你在想什么 难道说 你成为了道果境界之后 也会打盹和走神吗 说话的是卫元君 无知其坐在山上 一块大青石的旁边 龙虎山上 卫元君站在 迎客松延伸出去的松树之上面 手中握着一柄 来自于龙山式的智氏配剑 做出了一招基础的剑招 气机灵力 很有几分剑仙之女的风度 无知其摇了摇头 缓声道 我也不知道为何 不知怎么地 忽而有些心计之感 卫元君挑了挑眉 心计 掌中之剑 以一招收剑 绝收回来 道扣在身后 道 你的境界之高 早已经可以称得上是百病不侵 诸邪难入 怎么可能会心计 我看 恐怕是这个层次上 特有的天际感应 心血来潮 怕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要发生了 不好的事情 无知其微微皱眉 但是 一时间 竟然也没有办法想到 这个所谓的 不好的事情 究竟会是什么 玄吉就听得了远处 一阵阵风声 为元君微微抬眸 含笑道 是了 是娘 我是说 是希望母娘娘 将蛙黄奶奶送回来了 无知其 走 和我一起 去迎接他们 于是顺手 将手中之剑 抛飞了出去 带着无知其 两个一并下去迎接 说是迎接蛙黄 但是她眼下 就住在这龙虎山上 每日里都和蛙黄相见 也用不着着急 这么一时片刻的 真正想要看到的 其实是那个少女才是 将往日里 在山上时的那一副模样 收敛了起来 乖巧可爱得很 去和绝见里 无知其只好装作不知道这个家伙心里面的事情 憋在心里面好一会儿 魏元君成功地从绝那里得到了摸头沙 博物馆特产快乐水 以及糖果之后 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无知其此刻画形为了黑发金童的青年模样 穿着一身写着 我为游戏狂的套头衫 懒洋洋道 所以 你就不怕以后暴露了 暴露了 魏元君把糖果放到最里面 在这一点上很有魏元的风格 道 那么到时候再说 这个是未来的我要考虑的事情 和现在的我没有关系 无知其总觉得这句话 似乎是在哪里听到过似的 只是两人还没有走远 正要开口 无知其就微微一正 而魏元君的脚步也是一顿 他们都在同一时间 听到了压低的声音 从身后很远的地方传来了 似乎是绝没有想到 眼前这个看上去 才只是十岁出头的小少女 也是有着倒果层次的根基 故而 只是以一道风遮掩住了声音 便即将人间界发生的事情说出来 挖黄脚步微顿 冤失踪了吗 绝微微汗手 嗓音轻柔道 但是 理应无事的 您不必担心他 失踪了 无知其微微皱眉 在第一时间的担心未冤之后 下意识地转过头去 看向了旁边的少女 看到她的脚步微顿 本来还是一副 什么都无所谓的模样 此刻嘴唇却已经敏住 眼底的开心 很快地散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阴晕着的阴云 而那边的声音还在继续 挖黄在安慰绝 而绝也在安慰挖黄 本来都是最关心 那个失踪到人的两个人 却不约而同地 将自己的担忧放在了心底 而后用那种宽和温柔的语气 开始安慰对方 挖黄最后询问道 所以 你和阿渊的婚礼 要不要推迟 魏元君的动作一致 而后听到了绝的声音 做出的选择 就像是他的那个未来里面 曾经发生过的一样 不 不会推迟 我相信他 他说过 一定会回来 所以我会等 吴知其叹了口气 他已经能够感觉到 旁边一股说不出的压抑气息 还有正在克制着的跟筋煞气 吴知其头疼不已 只好在脑海中 调动面对这种情况下的应对方法 但是吴知其的调节方式 除去了拳拳 到肉的文官传统法门之外 也就只有从诸如 炎黄氏家长之类的游戏里面的经验 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魏元君没有动怒 没有咬牙切齿的怒骂 只是呼儿把糖果咬碎了 全部咽下去 然后低垂着脸往回走 吴知其咳嗽了两声 道 其实魏元那家伙 可能只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他肯定会及时赶回来的 对吧 就像是以前那样 他从来没有迟到过 魏元君打断道 那是你的历史里面 少女的神色平静着的 没有仇恨和愤怒了 只是失望 道 其实我总该知道的 不应该对他抱有什么期待 他自始至终都是那样的 总是由着自己的性格 完全不懂得关心娘亲 每次都施约 就像是之前那样 吴知其道 他是为了救更多人才去冒险的 金母元君道 没有想到 这样的话 竟然是在淮水霍君的口里说出来的 我没有否认他 作为英雄的一面 只是有些累了 他在你看来 是一个合格的战士 但是却从不会是一个合格的夫君和父亲 少女自语尼喃 他从来都不是父亲 从来不 吴知其咒没 还没有到那时候 你怎么就知道他不会回来的 魏元君淡淡道 因为我已经经历过一次了 吴知其咒觉得头痛 想了想 用对自己很有用的激将法道 那要打赌吗 要是他照常回来了 你当面叫他一声爹 吴知其满脸挑衅的表情 只是没有想到 眼前那个遗传了魏冤的血 本来应该最是经受不起挑衅的少女 却只是淡淡道 激将法吗 可惜了 我的启蒙老师是武侯 我早就不会受到影响了 吴知其神色一致 不可能 他下意识想起来 魏冤曾经得意洋洋的那一句话 男人是经受不起挑衅的生物 魏元君似乎是猜测到了吴知其他要说什么 补充道 而且我是女孩子 不过 你非要这样赌的话 我也不是不可以和你玩一玩 我输了的话 如你所愿 那要是你输了的话 就是等到他回来之后 你叫他爹吗 吴知其的思绪一赌 下意识顾左右而言他 啊这 这似乎不合常理 而后他看到前面那少女的眼眸微垂 眸子里面 眸光流转 嘴角勾起 组合成了一种喝 原来就只有这样一点点本事吗 的表情 吴知其思绪一致 大怒道 谁说不敢了 赌就赌 话音刚落 他就意识到不好 自己又跳到坑里面了 少女的脸上这才稍微有了点笑意 道 那好 我去拿东西 我们悄悄离开这里 吴知其道 离开这里 做什么 魏元君道 当然是去救人了 虽然说那不是个合格的父亲 但是笨蛋老爹落难的话 总是不能够见死不救的 吴知其看着魏元君回屋子里面去取暂且代替的兵刃 虽然说他刚刚说话还带着一点笑意 但是吴知其也可以看出来 魏元君对于魏渊的再度施约还是非常的失望和落寞的 吴知其咧了咧嘴 看着天空 你难道 所以呀 魏渊 你可争点气 再不然的话 你女儿怕不是把你就回来之后 就再也不理你了呀 直接不把你当爹了 老子都上赌桌了 你要是真的让我输了 我就把你打成一坨塞到盐罐子里面 埋到地里面腌咸菜 着世之中 着世大尊看着眼前的巨大魔神 微微满意汗手 道 不错 很是不错 看起来 虽然失去了挖黄的力量 但是以命运为资粮灌溉而成 直接掠过了成长的过程 而将命运的终点赋予 效果也丝毫不弱 唯一可惜的地方 就是消耗巨大 无法多次使用 毕竟命运的分身有限 用一次死一次 你说是不是 命运 大尊垂谋 看着前面魔神 那元侯魔神的一只手握着巨大的兵器 另一只手拎着几乎皮包骨的男子 若是魏渊或者帝君在此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正是命运 但是此刻的命运 本该是在天地手中才是 却又是为何在此 卓氏大尊起身 淡淡道 也是 先前和那原始天尊 联手在那个幻境之中 斩了你 他的境界终究是低了一点 未曾想到 我直接将你带了回来 我也不曾想到 原来命运 竟然也有如此多的分身 命运 此刻看上去几乎是精气神 尽数都湮灭了 但是却仍旧是 桀骜得很 呵呵大笑起来 道 是啊 卓氏大尊 果然是老谋深算的阴险货色 嗨嗨 可 可惜 可惜 我已经想办法提醒过他 小心卓氏大尊 小心卓氏大尊 但是他似乎没有能领会我的意思啊 卓氏大尊淡淡道 你是他的敌人 他自然不会相信区区敌人的话 命运脸上浮现出遗憾之色 道 确实是如此 南山之竹 秉性刚直 不相信任何敌人 所以我沦落至此 所以你断了一臂 大尊道士没有因为这命运分身说出断臂之事而恼怒 只是平淡道 听闻命运之全能 具备有 叛词的加护 可以无形之中 编织出命运 言出法随 是祝福 也是诅咒 我很感兴趣 命运 哈哈大笑 哈 叛词 给谁 这个猴子 哈哈哈哈 我凭什么要帮你 卓氏大尊右手平静卧盒 命运直接被一道道恐怖的力量锁链 捆覆起来 让他的身躯扭曲 筋骨几乎断绝 神魂都出现了一阵阵的裂痕 发出了一声声凄厉的惨叫 卓氏大尊许久方才松手 淡淡道 因为你 没有拒绝的权力 命运此刻 已经只能够趴在地上喘息 浑身血污 嘴角勾了勾 道 可 可以 那么 我祝福你 必然死于 哄 巨大的力量 直接将命运砸入地底深处 大尊淡淡道 命运 你最好 听些话 呼 呼 哈 命运被拉起来的时候 几乎已经没有一块好肉 只有眼里面 还是那么桀骜不驯的模样 磕出些血块 洒脱笑着道 哈哈 命运本来 本来就是守恒的 有好的 自然也就有坏的 不是很正常吗 世界上 哪里只有得了好处的道理 卓氏大尊沉默 知道命运说的是真的 淡淡道 那么 就规避掉坏处 让坏处 无法发挥作用 你可以做到吧 若是你可以做到 我可让你有百年安眠 命运 似乎被击中了 叹息道 好 那么 我说 你的命运 将会拥有如斗战胜一样的力量 一样的速度 一样的武技 你的道国 将会迅速地成熟到和齐天大圣一般的层次上 你和他之间几乎一模一样 任何人无法将你们分辨出来 你能大能小 能忧能瘾 神通广大 法力无边 刀枪不入 千锤百炼 命运所说的一切 那猿猴魔神都极为满意 而最终 到了代价这一步 命运 想了想 倒 但是 代价是 你会如西游记的原著一样 在如来佛释迦摩尼的分辨之下 被认出来 最终死在齐天大圣的棍棒之下 嗨嗨 释迦摩尼 已经是遥远过去的人 早就死了好几千年 命运 微笑着摊开手 像是赠送礼物的慷慨之人 他也不认识吴知齐 不在这个时代 不可能帮忙 如何 可以吗 第1243章 福西也会护短 来自于命运的加持 终于在这个时候 展现出了当年 足以令诸神为杀他的特性 并非所有的人 都如同天地和不周山一样 是为了天下和众生 而踏上战场 也有许多人 是为了命运特有的运用方式 不管是操控也好 是赋予也好 他可以在付出部分代价之后 一定程度上帝 让众生剧 备有这样的特性 而且 在这样的交换之上 命运是很公平的 甚至于还有过某些人 成功地 从他那里诈骗过的法门 譬如说 可以向命运许下三个愿望 但是代价是 你的敌人 将会双倍拥有你的愿望 于是 一位智者苦思冥想之后 三个愿望里面 有一个是 希望每天都可以睡够六个时辰 也即是十二个小时 他的敌人 则是不得不 每天睡二十四个小时 直到最终衰亡 而剩下的两个愿望 则是富可敌国的财富 和堪比神灵的伟力 他确切地拥有了这些 至少在那个时候 命运的信誉 可是非常好的 有口皆悲 故而卓氏大尊 才选择了如此的方法 最短时间里面 让旁边的卓氏斗战 可以形成战斗力 而说起来 即便是卓氏大尊 都有些感慨 原本的方法 是直接用命运的全能 让卓氏斗战 跨越成长期 抵达全盛 但是 在一切命运中 卓氏的斗战 都远弱于无知其 不得已 只好出此下策 哪怕是付出一定的代价 也要让卓氏斗战 更加迅速地强大起来 至于为何不让卓氏斗战 拥有超越无知其的力量 这是因为 卓氏斗战的全能和道果 来自于无知其的倒影 虽然说 靠着压榨命运全能 和卓氏大尊的磅礴力量 灌注其中 让其飞速成长起来 但是本身没有经历过坚实的修行 靠着道果之间的明明感应 抵达如此状态 也已经是极限了 妄图超越 则是绝无可能之事 命运在做完这一切之后 力量似乎终于彻底耗干了 咳嗽树声 道 如此 可以让我安眠了吗 哈 在你这着实之中 待了也没有多长时间 就已经感觉 比起那人间传说里面的无间森罗 更为恐怖啊 说实话 你这里可是真的比不上外面 一点都不适合居住 就连煮酒阴的酒忧 都比你这里要好 一句话得罪了两尊顶尖强者 命运的嘴弓 一如既往 确实 该让你安眠了 卓氏大尊汉手 忽儿 一股恐怖的力量 直接洞穿了命运的腰腹 他身躯震了一下 缓缓低下头 看到金色的棍棒 从自己背后刺穿过来 上面还带着神灵的鲜血 一滴一滴地落下来 这是方才的卓氏 斗战出手了 而最为讽刺的事情是 这卓氏斗战用来杀死他的力量 是命运所赋予的 命运 剧烈咳嗽着 脸上却是没有多少的意外 或者说愤怒 只是嘴角微微勾起 抬起手来按住了心口 微微躬身 浑身狼藉 满是鲜血 却还是带着嘲弄的笑声 一字一顿道 小心卓氏大尊 话音还没有落下 卓氏的斗战 似乎震怒于这个家伙 竟然在这个时候 还在挑拨离剑 当即愤怒咆哮 手中的卓氏神兵之上 戴着了一层层的涟漪 而后涟漪化作锋芒 如同高速转动撕扯的水波 进而猛烈的一展 命运的化身 当即四分五裂 只是到死 命运的眼睛仍旧嘲弄的看着那边的卓氏大尊 而后卓氏斗战半跪余地 道 请大尊恕罪 属下斗胆 对这狂妄之徒动手了 卓氏大尊道 不必戒怀 他的话 你也可以听一听 大尊看着眼前的斗战 淡淡道 确实是小心我 若是你有朝一日没有用处了 你也会是这样的下场 但是 只要你仍旧还可为我效力 仍旧还有忠诚之心 那么对于我来说 你就是有价值的属下 我将会满足你的一切渴望 力量 地位 以及神兵宝藏 应有尽有 卓氏斗战之神眼底狂热 道 是 卓氏大尊嗓音平淡道 现在 去轻视吧 利用你和无知其气息和形貌上的相似 然后 去做点什么 诺 轻视之中 大荒 东南神域 大荒之中 有山名曰何须 日月所出 大荒东京 而在这名号颇大的何须山下 有一片神域 名为丝幽 丝幽乃是帝郡所创生之神 最初在竹九阴之前 作为条理 轻视生死秩序而存在 而后繁衍生息数十万年岁月 乃是整个大荒之中 最强大的神域之一 代代繁衍生息 几乎每一代的后裔当中 都有顶尖的神灵级别强者 而其老祖私幽 更是轻视之中的老牌强者 名列于道果层次之下的第一阶梯境界 被称之为 这个层次的强者当中 最有可能踏足道果境界的那位 只是整个私幽神域 最近却并不是那么的开心 因为他们发现 在这一代上 他们正在逐渐的失去了 作为大荒霸主势力的地位 或者说 至少没有当年那般的鼎盛 最为鼎盛之时 私幽神国 号称是地上天狱 帝君素来 不去管人间事情 他们也就逐渐越来越放开了 哪怕是后来 人族鼎盛之时 作为大荒东南 天狱绝对的霸主 私幽之国 也是素来 看不上那所谓的中土人族的 只是现在 先是同样作为大荒 神域霸主之一的雷泽一脉 归于了天庭体系 而后是死海之狱 更之后 人间界似乎出现了新的顶尖高手 族已和天地比试剑技 而人族的另一位道果层次 蛙黄也逐渐复苏了 这一件一件事情 无形之中 便让私幽之国的地位逐渐的降低 当然 这只是私幽之国暴动的根本原因之一罢了 直接原因则是 名为大秦的战火 开始在诸天万界燃烧起来 可恶 大秦 大秦 如此的罔顾秩序 简直是无理之徒 无理啊 暴秦啊 暴秦 是暴秦啊 私幽神域之中 原本是地位高深的二代老祖司徒 已经彻底的暴怒了 失去了往日 作为神灵的雍容和从容不破 甚至于不顾当年的好友 前来拜访 这般大的喜事 竟然是在得到了一个消息之后 彻底地震怒了 甚至于当场破口大骂 连他最是喜欢的一个茶具 都被狠狠地砸在地上 美丽的玉石碎裂成了细碎的模样 像是坠落的血 而最后的愤怒 也只剩下了嘶吼和咆哮 暴秦 暴秦 我要让你 付出代价 付出足够的代价 那位客人 是模样俊美 气质潇洒磊落的青年 带着可惜的神色 看着那玉器 道 这玉茶盏 我记得是甲四十七世界里面 引动过灭国之战的器物啊 据说为了此玉 死了三十七万人口 历经数代 失踪之后 方才带了来 你颇喜欢 说是茶盏清幽 是雅器 抚摸之石 还有阴晕不散的血气 将生与死 清幽和杀戮完美结合 今日遂在这里 倒是可惜了呀 他俯下身 将那玉器拿起来 扫过之后 神色微有亚异 但是却也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情 嘴角微微勾起 就在先前 有一个原本属于 思幽神国的世界 被大秦给镇压了 思幽神域 执掌天难 族中 老祖常年闭关修行 以期可以踏足 那个传说之中的境界 而族中的秩序 则是以血脉的浓度 为排列的依据 血脉越是浓厚者 在族中 就拥有越是高的地位 而地位高者 全部都是神灵 中层则是神意 这些人都需要 庞大到了恐怖的资粮 用来修行 那需要一个个世界 都被这些神灵的力量 镇压 然后在那个世界 创造出一个个恐怖的压迫性的王朝 血脉不足 竞争失败的神意 就下放到那里去 为家族掠夺 一个个世界的资源 以及创造死亡 此刻的大秦 简直就像是疯子一样的 将思幽之国神域的世界 全部都夺走了 没有了那些世界的人族 和众生 去开辟资源 去每日工作 这些神灵如何去修行 修行所需要的资源不够 难道说还要这些血统高贵的神灵 亲自去劳作吗 荒唐 太荒唐了 私忧神域的司徒许久方才平息下 愤怒来 或者说 至少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不至于在贵客的面前 继续表露出如此实态的一面 那位潇洒的青年递过去一杯茶 请着微笑道 看起来 这些人族 还是和当年那样递 不知道 自己的几斤几两 只是没有想到 那些人族战将 有多少人 竟然能够侵略私 优质下的国度 这一句话落下 司徒的神色刹那之间 变得铁青 道 没有多少人 只是那些国度的人 竟然 竟然反叛了 竟然敢和外人通信 将自己的国主 捆腹绑了出去 他们竟然敢反 我们私优之国 我们给他们工作 让他们有住的地方 我们给他们饭吃 我让他们活着 他们竟然反我 该杀 都该杀 司徒彻底地震怒了 而那位男子 微笑着道 确实是该杀了 先前好友 你不愿意听我的建议 现在的话 要不要考虑一番 我之前的提议 司徒沉默 最终道 你所说的 几乎是要让我 那青年男子 微笑着道 不必多言 这一次算是 我们给你的诚意 好友 你先去做你想要 做的事情 便是了 一番不为人所知的密谈结束 青年和私优之国的 诸多高层 饮酒坐月 等到时间到了夜里 这才慢悠悠走出来 离开了私优之国的国度之后 方才还醉醺醺的男子 瞬间冷静下来 回眸看一眼 仍旧是繁华鼎盛不遜天地的私优之国 但笑一声 这一枚棋子也不下了 青世虽有诸强者 但是人心不齐 却又是防守一方 而其强者也大多处于衰亡之状态 不能够立战 此次却看 而等如何破解 大尊之令 不知道那个帮手何时过来 罢了 先去下一次地方 一边把大尊的后手都提点起来 一边等待吧 他神色平淡 踏步虚空而去 只是瞬间就消弭了身影 前方所见 一轮弯跃 一片竹林 一弯流水 着视秩序之神 神色微正 发现自己来到了预料之外的地方 而后听到了一阵吟诵之声 龙蛇齐楚 见气冲牛斗 天地窄 风云晝 一声霹雳惊动 万里山河颠覆 语气平和 但是气焰嚣张霸道 忽而一名身着道袍的青年 走出竹林 潇洒从容 微笑道 在夏天亭雷步欲书愿真君 这相有礼了 阁下身为卓士之身 却能够在此地行走 想来当 是身负一桩卓音至宝 故而在此等候 卓士秩序之神威 微皱眉 无声无息 布下了秩序基调 淡淡 你要做甚 雷步欲书愿真君微笑道 不必紧张 再下来此 只为讨取一物 也算是为我晚辈 收点利息 卓士秩序之神威 什么东西 青年道人微笑道 卓士至宝 玄黑卓士奇 哈 卓士秩序几乎要大笑起来 那可是卓士顶尖的阴气至宝 怎么可能交出去 此刻脚下已经不下了一层一层的秩序 有攻击 削弱 防御 反制 足足三万六千之多 此刻已经是他的主场了 可以发挥出极端恐怖的战斗力 当即冷笑道 我若是不允呢 无数的法则和秩序 已经生腾起来 化作了无数的锁链和攻击 不允 那青年微抬头 眼眸化作了树桶 冰冷 野蛮 疯狂 理智 脚下阴阳轮转 于是无数秩序 静归虚幻 万般法则 皆在此颠倒 卓士秩序的瞳孔 骤然收缩 他已经用出了全部的力量 一道道法 则秩序不断地叠加 几乎化作了光艳 但是心中的经济 却不挥之不去 下一刻 一只手 已经穿破了无数的法则 直接扣住了 卓士秩序的头 漠然无边的声音 平淡响起 那就请唤我 阴阳元初 森罗万象之主 福西 第1244章 魏冤大机缘 阴阳元初 森罗万象之主 这是一个很遥远的名字了 自从命运反向因了福西一手 将天机之概念赋予了福西之后 福西就一直都以天机的全能现实 几乎从不曾在运用其根本全能 甚至于创造出了天机补算之术 便传诸天 这已经让所有人下意识忽略了一个很要命的的东西 眼前之人 极为强悍 是最强大的杀伐之神之一 其全能概念 名为颠倒阴阳 神劳天节 使天地失其续 日月失其长 万物之逆履 颠倒乾坤 卓士的秩序瞳孔收缩 下一刻 他费尽了心思 布置下来的诸多全能 法则 秩序的锁链 竟然束缚在他的身上 福西的右手扣住了着实秩序的头颅 朝着前面一步一步的拖行 在地上擦出了一个猙獰扭曲的痕迹 秩序疯狂挣扎 但是福西只是不紧不慢地道 非要说理由的话 虽然说 魏冤那个小子又蠢又笨 还死倔死倔的 看上去就叫人火大 想要一脚把他踹到什么地方 然后好好地看看笑话 但是有一点是 即便是这样 人族也只有我才能收拾 你们算是什么东西 也敢对他出手 着实秩序 反抗挣扎 竟然没有任何的效果 虽然说 他不是那种擅长战斗 和力量的神灵 但是福西单川的蛮力之强大 竟然就已经抵达了他 都没有半点还手之力的程度 只感觉到 对方身上的力量 像是那无底深渊一般 完全不知道有多么恐怖 在这种恐惧之下 他下意识地开口道 不是我 是大尊 做的 你要复仇 要给自己的子植被报复 找他啊 福西的动作似乎是顿了顿 然后点了点头 理所当然道 我知道 但是我打不过他 所以就只好来找你了 毕竟不用冒什么风险 秩序的神色凝滞 福西道是理直气壮 确实有护短之心 但是不多 福西稍微用力将着实的秩序朝着前面抛飞出去 而后 以他们为中心 整个世界开始了坍塌 化作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混沌领域 秩序之神开始剧烈地挣扎 因为他感觉到了 秩序在崩塌 而秩序之神也看到了福西的真实 那是世界的源头 一切的开始 混沌的时代已经过去 而苍生和万物的领域尚未曾开始 这一段过程被称之为阴阳 他看到岁月和群星的流光 看到了一条仿佛横跟在整个世界之上的蛇 双筒幽深冰冷 毫无温度 俯看着这个苍茫的时代 福则为使其沉浮 而西则为太义之气 也可称之为堂皇大日 福西这两个文字最初的含义 是制服了大日群星 让混沌先天一气沉浮的古神 那是寿数之长仅次于魂天的生灵 也是天刻秩序类全能的存在 所谓的天机之神 才是最大最大的骗局 这是秩序之神脑海中残留最后的念头 一只鸟扇动翅膀 从天空中飞过 它机场碌碌 正在觅食 而后看到地面上 一名身穿白衣的青年神色温和 似乎在想着什么 它落下来 那青年嘴角带着微笑 送给它一些果子 鸟轻轻啄着它的手 而后却感觉到一种奇怪的感觉 这个青年的身上 白衣上面 似乎有着些许金色的纹路装饰 像是泼上去的水 或者某种液体 福西一抬手 送走了鸟 擦了擦身上的鲜血 金色的神血 它的眼睛此刻展现出来的是舌桶 金黄色的树桶 冰冷而细血 手指碾了碾 自语道 可惜了 血有点多 这家伙平常是有在吃什么补血的东西吗 比如说额胶颗粒什么的 衣服可惜了 有点后悔 没有想到 这一次未冤那个 臭小子的运气不错 福西右手一握 虚空之中 有层层叠叠流转的光 汇聚而成 强烈无比的阴气和浊气 几乎让人的眼前都有一种 被强大力量压迫 导致视线昏沉发黑的错觉 而后福西的手掌一抖 那丝丝缕缕的 着视阴气变化流转 化作了一面旗帜 玄黑着视其 其类神兵里面 清着两世 诸天万界当中 当之无愧的最强 呵 事实上确实是 那小子运气不错啊 福西回忆起 过去的魏冤曾经以原始黄天庆云和玄黑灼士奇汇聚在一起 化作了一柄巨大的战斧 因为其本身具备有阴阳清着两类特性 故而 是难得可以彻底发挥出颠倒阴阳这一类道果威力 批展开那个世界 却也不会导致里面的阴阳大劫直接爆发的冰刃 择 福西择了一下 只要一想起这个是要给他的 我就觉得 怎么这么不爽啊 他挠着自己的头 啊 看到那小子占了便宜 比我吃亏都难受啊 台眸看了看不远处 虚空之中 忧身如黄泉 寂灭若魂丧的气息一散 有一个个白玉的台阶 无声无息的出现 带着一种极端死寂的感觉 仿佛这是来自于九幽之下 生死界限之中的存在 挥袍男子平静 助力于那里 周身死寂盘旋 令人心悸可不 主九音啊 好久不见了呀 老友 福西爽朗地摆了白手 好像完全不记得当年 是他把眼前的竹罩 九幽之龙坑的厉害 原本的主九音 也是有一定机会 踏足到倒果层次第一阶梯的 就是被坑得根基大降 方才到了现在的实力层次 主九音深深地看了一眼福西 没有就此和福西动手 也不曾恶言相向 只是淡淡道 我感知到了些许的浊气泄漏 看来是你在这里 挥舞这一面旗帜的原因 福西正了下 而后挠着头大笑道 啊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啊 第一次拿到这玩意儿 还不是很明白 该怎么使 就容易出篓子 见谅 见谅啊 主九音扫过福西身上的道袍 淡淡道 但是你身上的血是什么 是哪个着实的道果来了吗 福西赞叹道 不愧是你 猜得真准 应该是着实的秩序 虽然说是秩序 但是显而易见 没有陆吴的脾气好 也没有陆吴那么好摸 我见到他的时候 明明彬彬有礼 非常的客气讲道理 但是他非但没有答应我的请求 还对我出手 所以我也不得不自卫反击 主九音的眼角抬了抬 淡淡道 你拦路抢劫 他不给你 所以你就把他杀了 福西脸色一致 而后面不改色 爽朗大笑道 啊 啊哈哈哈哈 不愧是你 看人真准 主九音无视了 眼前这个 除去了长得好之外 就是个浑身散发 腐烂味道的 颓废大叔的福西 扫过了他白色道袍之上的金色血痕 可以想象得到 方才的着视秩序 是怎么样的糟糕 是被压制到了什么级别 福西看到主九音 没有理会自己 也没有自讨没趣 只是耸了耸肩膀 道 这样的话 那阿九你先看着 我还有点事 嗨嗨 我的意思是 我家夜化器没关 估计要打雷下雨了 衣服也该收了 先走了呀 主九音没有在意 只是看着那边的 虚无空洞之界 阴阳原初之欲 想要看一看 着视秩序之神 留下的痕迹 想要顺势追查 着视秩序之神 将其擒拿下来 而后拷问一番 往前数步 踏入了 福西真正意义上 动手后留下的痕迹 而后瞳孔骤然收缩 哪怕是堂堂的 逐罩九幽之龙 都在瞬间感觉到 手掌微微发冷 感觉此地一种 无端恐怖之感 前面到处都 泼洒着金色鲜血 如同远古蛮荒时代的 神话传说 可不森然 着视秩序之神 睁着双眼 无神地看着前面 找到这里来的 煮酒音 垂落下来的头发 被风吹拂 微微浮动 一滴一滴的鲜血 从他的脖子上 滴落下来 他头颅被穿刺 在一根木杆上面 周围到处 都是散乱的鲜血和血肉 而在他的前面 则是断口争鸣 像是被直接 硬生生扯下来的手 手骨倒插入地 双手合十 如对月齐天 煮酒音的瞳孔 剧烈收缩 感觉到了背后的寒意 伏羲微笑着 站在他的背后 看着眼前的一幕 轻声道 不好意思 刚刚稍微有点生气 打得 有点碎 第1245章 伏羲快递 使命必达 温和的语气 或者说 伏羲的声音 无论什么时候 都是温和而儒雅的 但是 配上眼前这透露着恐怖 血腥 杀伐的一幕 却只让人有着一种心中 惊惧的感觉 哪怕是煮酒音 都在一瞬间 感觉到了一股 难以测夺的寒意 在背后 只是煮酒音的神色不变 下意识测了测身子 把自己的后背远离了福西 淡淡道 你杀了他 然后 用天机的全能 遮掩了道果 曾次战死的征兆 以免被卓士大尊察觉 福西摇头叹息道 你啊你 你实在是太高看我了 道果那可是和这个世界的基础一个级别的呀 只要一旦陨落 自然而然的 就会引起天地灵气的一变 产生各种各样的异象 我哪里有这么大的本事 直接把这个都遮掩住 他声音顿了顿 淡淡道 我只是把他推迟了而已 操控天机异象 煮酒音的神色微宁 看着身死如烈薄 根本没有剩下几块好肉 连头颅都被劈砍下来的浊世秩序之神 道 他的道果在哪里 福西嘴角勾起 伸出手擦了擦嘴角 慢调丝里道 味道不错 底蕴却太博杂 只让我恢复了一部分而已 煮酒音深深呼出一口气来 你 若是将此道果交给陆无的话 陆无的上市就可以恢复大半 让他的弓体从纯阳 至刚朝着阴阳合一 轻酌合一的状态转变 那样的话 整个轻视的底蕴也会增强 他虽然不是那种擅长强弓的 但是在轻视部下足够多的秩序的话 对于防御酌视的侵袭 有着极高的作用 你 不知道吗 福西道 我知道啊 他是金黄色的树桶 微微笑着 理所当然道 但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很奇怪啊 煮酒音 福西懒洋洋的伸了个懒腰 抛了抛手里面的玄黑卓士奇 道 不过 我也没有兴趣和你在这里扯皮了 瞧瞧这个 战利品 虽然说我确实是不爽未冤那个臭小子 但是他要是被锁在那里的话 麻烦还是比较多的 我还是把这个东西给他送过去吧 煮酒音 回见了您啊 福西转身大笑几声 向前几步 背对着煮酒音摆了白手 身躯化作了流光 消失不见 而一直到了福西的气息彻底消失 煮酒音才沉默着转过身 他笼罩在袖袍里面的右手食指和拇指 原本死死并在一起 仿若见指 也是这个时候才放下来 看着死不瞑目的卓士之神 以及此地恐怖的画面 一步步走过 忽然沉默 这种恐怖的画面 这种伤势 还有着视秩序 眼底的恐惧 煮酒音身出手 按在着视秩序的眉心 感觉到了那无神双目里面残留的情绪 他到底 在死前看到了什么 这种鲜血四下崩散 血肉崩塌的感觉 与其说是被拳拳砸碎 倒不如说 是被反向控制住秩序 身躯不能够移动 不能够出手的情况下 被福西的法香直接一口咬碎了 脑海中下意识回忆起来福西刚刚的话 恢复了一部分 他在吞噬倒果 强行在短时间内让自己恢复原本的境界 煮酒音沉默 忽而想到 刚刚福西明明已经离开 却又无声无息地来到自己的背后 如果不是他开口 自己甚至于无法察觉到他 还有那种带着笑意 却没有丝毫温度的眼眸 不知为何 背后忽然滋生出一阵阵的寒意 他方才 难道想要对我出手 吞噬我的倒果 然后在最快的时间里面 恢复正常状态 却在大姐里面 庇护蛙黄 而在这个念头出现的瞬间 煮酒音就已经知道 福西方才 恐怕真的有过这个考虑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是他的理性控制住了 作为阴阳源出之舌的本能也好 还是因为忌惮蛙黄 和煮酒音关系不错的原因也好 最终没有出手 否则的话 此刻着是秩序之神的下场 或许就是煮酒音 刚刚那一瞬间 就只是在生死门前打过一转 福西真是够渣的 人渣和蛇渣的混合体啊 挖黄就很好 煮酒音心里面 闪过这个念头 摇了摇头 而后猛地顿住 不对 方才可是生死之关头 为何心中下意识的反应 仍旧是此人的性格很糟糕 究竟是什么时候 所有人都觉得福西是那个性格很渣的天机之族 而忽略了 他是那个世界诞生之后 阴阳变化时候 最初睁开双眼 俯瞰着什么都没有的洪荒宇宙的原初古神 本无所谓善 也无所谓恶意 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的概念 万物的起源 尚且还有一千个万年的岁月 而世界的诞生 苍茫一片 唯独这股神带着淡漠而审视的视线 看着万古的一切 看着一切的繁衍生息 细血而冷淡 命运为了坑福西而将天机赋予给他 甚至于被他反向利用了吗 如果说按照魏渊的情报 命运的核心在于操控 那么福西创造出天机之术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和图洛书可以扭曲任何人的愿望 而福西是不是将此手法全部传递出去之后 修改了所有人的潜意识 在这一个瞬间 哪怕是逐罩九幽之龙都感觉到了心底的可不恐惧之感 幽暗深邃 如同复古之居 挥之不去 在某个 遥远到了 连星辰的光辉都无法流转下来世界里面 魏渊正在努力的 一点一点地啃着手里面的预见 福西当时候 只是随手按在眉心 然后往外面一点 就塞到了这个预见里面 魏渊原本以为 这个会是很少的内容 但是鬼知道 福西那个家伙是怎么做到 在一秒钟之内 把这个预见塞满的程度 是的 塞满了 塞到爆 而且起的名字 一个比一个搞魏渊的心态 颠倒阴阳 速成教材 福西著作 五百年颠阴 三百年倒阳 颠倒阴阳试题调研 这些似是而非 却又厚实到了 让魏渊觉得自己在看论文的东西 终于让魏管主的额角 微微抽搐了下 妈了 妈了 在成为道果之后 再度感受到了 什么叫做突击复习考试重点的经历 万万没有想到 都一山填海了 还得给锁在小黑屋里面备考 但是就在魏渊觉得心态爆炸的时候 看到了最后面 福西留下来的秘籍 颠倒阴阳 速成之术 魏渊让这一部分内容浮现出来 发现其中的文字颇少 打开第一页 里面讲述的东西 对于寻常修行者来说 可能极为困难 但是对于魏渊来说 却仍旧还是颇为浅显易懂的 魏渊伸出手 掌心之中阴阳二气 流转不休 但是这个根本没有用处 这只是入门级别的东西 魏渊看着福西的解释 道 天下万物 道生一 一生二 此便是阴阳 万物之声发皆由此起 所谓颠倒阴阳 首先第一步 就是以阴阳之法则 解析气机 以阴阳法则 解析气息 魏渊沉吟许久 而后手掌的气息移动 成功地盘旋流转 感应到了存在于 这天地和万物当中的阴阳之气 而且 基于魏渊自身的道果 和对于道术的领悟 这一步 很快地出纯属起来 嗯 看起来 只是理论上比较难 实际上手 似乎也就这样 这样的话 或许用不了一个月 我就可以出去了 魏渊汉手 打开了下一页 好 你现在已经懂得阴阳之道的基础了 接下来 只需要在诸多法则流转的间隙 完成一次性的 对于三千世界万物的解析 再逆转秩序 将解构出的万物法则颠倒 并且再度使其成立 就可以完成颠倒阴阳了 三 去拯救世界霸少年 魏渊的神色凝固 额角奔起青筋 福西 你他妈 玩我 忽而 整个阴阳轮转的世界 忽而再度泛起了一层层连衣 而后虚空之中的法则碰撞 交错 泛起了连衣和震动 竟然发出了声音 而且还是福西的音色 嗨嗨 我说 听得到吗 喂喂喂 魏渊 魏渊 嗨嗨 声音调适 声音调适 魏渊面无表情 看着虚空中的一道道阴阳连衣 福西本身并没有进来 他是靠着远程影响到了这里的法则 然后让法则碰撞共鸣 恰巧发出了声音 毕竟所谓的说话也只是声带在震动而已 嗨嗨 我虽然听不到你在那边做什么 但是我猜想 你一定是在充满了感激之情的翻阅着我给你留下的笔记吧 哈哈 不用谢 不用谢了 我们是什么关系 哪还用得着这些虚理 你只要跪下来 磕几个响头 就可以了 哪怕是操控着这些法则震动共鸣发出的声音 却也还是带着了福西一贯的爽朗愉悦 魏渊握着轩辕剑 觉得也就是福西不在 否则的话 高低要给他头顶上来一件 而福西的爽朗笑声微顿 而后道 不过 我确实是找到了一个东西 一件很适合你的法宝 或许 可以让你直接脱困出来 第1246章 原始开天 盘古之福 福西的声音从虚空传递而来 魏渊的神色微微变化 眼底浮现出了一丝惊喜亚裔之色 而下一刻 福西就难得用一种郑重的语气警告道 不过 我是以我自己可以进入你那边的机会来换取把东西送进去给你 所以 这是最后的帮忙了 在这之后 我也没有办法进去 若是你拿到了此物 也没有办法突破的话 那么我也没有办法了 没救了 等死吧 告辞 你就只好在这里被关个禁闭 每天就看着那阴阳轮转的变化 其实也没有多难 看啊看啊的 过上个八九百年一千年 傻子都学会了 福西的性格似乎是哪怕是帮忙 也必须要在帮忙的同时损魏渊几句 这几乎已经成为了他为数不多的乐趣之一 而下一刻 也不管魏渊反对不反对 或者说魏渊还有什么话要说 虚空之中层层叠叠的阴阳法则连衣汇聚在了一起 玄机产生了极为明显的共鸣 下一刻 此地的虚空出现了一道颇为清晰明显的裂痕 一道乌光从这裂系里面飞出来 其上虽然尽数乌光 却又有一股股致阳致刚的纯粹气息在流转变化 达成了一种极为巧妙的阴阳平衡 因而没有打破此事的平衡状态 没有引来下方阴阳大劫的暴动 下一刻 被福西以巧妙的法门产生共鸣的阴阳气息散开来 而这一道乌光转眼之间就出现在了魏渊的身前 一切都恰到好处 并无丝毫的多余 展现出了极端强大的控制力 福西玄机大笑着道 那么东西已经送到了 我就先走了 亲爱的原始天尊 希望你不要在一千年之后再出来 笑声当中满是愉悦 发自于内心的那种 魏渊嘴角抽了抽 但是难得没有对于福西产生一种 抓住他之后暴揍一顿的冲动 而是屈指轻轻扣机了下 那落在自己身前的一点流光 先前学会了一点皮毛的阴阳轮转之气 发挥出了效果 伴随着其上泛起的涟漪 首先是一枚玉剪飞了出来 这一枚玉剪的造型和特性 魏渊非常熟悉 这是涂山市当中运用极为广泛的流影玉剪 专门用来留下黑历史记录的存在 魏渊运用非常纯熟 与此同时还有一封信件 这是你需要的情报 关于人间界的事情 人间界的情报 魏渊正主 而后就看到了这一枚玉剪之上 泛起了层层涟漪的流光 而后 诸葛武侯和天地密谈 龙虎山上叛逆女儿赌约等等戏码轮番地出现在了魏渊的面前 上面的光彩倒映在魏渊的脸上 让他的脸一会儿黑一会儿青的 直到最后彻底消失 魏渊大多时候都是带着笑意的脸上 已经黑压压的一片了 而后嘴角勾了下 鹅角的青筋奔起 不错嘛 胆量很大 一直都这么大呀 啊 亮 呵呵呵 拿自己的命去课全能这种事情 确实是你会做得出来的事情啊 但是我曾经告诉过你 做任何事情之前 先要考虑自己的身体吧 魏渊我了握拳头 觉得自己的拳头硬了 硬了 妈的你现在等着 等我回去 我削死你 如果现在阿亮在他的眼前 那么魏渊觉得自己一定可以一拳头砸下来 告诉他什么叫做武力基础决定一切 而看到了魏渊君那种黯然之后失望的表情 魏渊却又神色沉默下来 心中出现了愧疚之心 暗叹一声气 呼耳 魏渊手中 伏西送进来的东西 上面炸开了极为浓烈的着视元气波动 这波动以极高的频率开始扩散 逐渐变得猛烈起来 哗啦 纯粹至极的至阴之气猛烈地展开 魏渊的瞳孔收缩 而后当看到眼前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的时候 眼底瞬间浮现出了惊恶和狂喜之意 纯粹的阴气汇聚 丝丝屡屡编织而成 最终化作了一面巨大的战旗 旗帜微微飘动 上面仿佛有着足以囊括世间一切的玄傲 卓氏至宝 玄黑卓氏齐 魏渊完全没有想到 福西竟然能够将此物带回来 他残留的一只手握着这卓氏的顶尖神兵 可明明是卓氏的至高神器之一 按照常理来说 是需要认主的 在福西手中的时候 这件神兵无时无刻不再挣扎 若非福西执掌有颠倒阴阳之神通 可以强行把这兵器给镇压住的话 玄黑卓氏起早就在卓氏秩序身死之后 化作流光飞对而去了 但是此刻 这柄择主之物落入魏渊手中 却只是忽而剧烈振战一声 那种反抗就刹那之间平复下来 只剩下了微微的低鸣 仿佛许久不见之后再打招呼 魏渊笑一声 道 果然是好宝物 将这一面旗帜抛飞在虚空之中 玄黑卓氏旗旗旋在虚空之中 缓缓旋转 旗帜之上 层层玄妙灵文亮起 卓氏纯阴之气流 转变化 而断臂道人 长笑一声 抬手扶了扶道际玉观 一道道 纯粹气息 生腾而起 化作了大片黄色庆云 生腾变化 锐气千条 霞光万丈 清卓交汇 阴阳流转 魏渊伸出手 五指握合 这清卓 这清卓纠缠在一起 竟然以玄黑卓氏旗为柄 而原始皇天庆云为刃 化作了一柄长柄战斧 巨大的声响之中 这巨大的战斧刃口 砸落在地面上 也没有如何发力 轰隆隆的声音里面 这一个院落 就已经从中间被撕裂出一个巨大的口子 这巨大的痕迹 没有就此消弭 反倒还继续朝着 前方蔓延 直至将整个世界都隐隐披了一个裂系出来 肉眼几乎无法看到 但是神魂扫过 却可知其存在 真实不虚 而虚空中 有浮熙留下的文字浮现出来 有此物在 哪怕是你 真的无法参悟出颠倒阴阳之理 终究有一种破局的手法 但是 体悟阴阳的机会 本来就是难得的机缘 你可以多花费些时间和精力 尝试一番顿武 若是可以成功的话 你以此宝批开阴阳 破碎虚空 倒也不是什么难事 否则 以此刻的状态 强行批斩 终究有其局限 终究是要冒风险的 而哪怕是一丝丝风险性 其对于诸天万界来说 就是无法忽略的死结 故而我还是希望你可以慎重 当然 你可以先尝试一番 若是可以直接批开道路 回归清世 自然最好 至于诸葛武侯 我可以以天机封锁住他的命数 让这个胆子大的要命的臭小子 不至于当场暴毙 援军那里 吴知其那只猴子跟着 无论如何 也是倒过层次 还是两个最擅长战斗的类型 都是有着几千几万年的江湖经历了 不必担忧 只是 绝并不打算推迟婚期 你 勿要迟到了 福西的留言 难得的郑重可靠 难得的提出了这些事情 可以交给他 而魏冤看着手中的兵器 二者合一的战斧 足以劈开阴阳 划分清浊 恐怖至极 位格之高 已经是他现在所有神兵当中最为强大的那个了 仔细想想看 这玄黑卓士旗本来就是在卓士之中的 也是被卓士的顶尖高手去掌握在手中 福西送来 恐怕是为了此事而和某位顶尖的卓士道果层次强者战了一场 魏冤神色复杂感慨 轻声自语道 无论如何 这一次 我成你的情 而后信尖上文字到了最后 毕竟 你是我可爱的儿子 话调 嗨嗨 我是说我的外甥 外甥 魏冤脸上的表情一点一点缓缓凝固 咔嚓 咔嚓 这是内心破碎的声音 先前觉得福西还算是可靠的感觉 几乎是一个照面就变成了渣子 魏冤嘴角抽了抽 面无表情抬手一斧头劈砍出去 于是福西的信间直接被手里的大斧头给劈成了渣子 对不起 我竟然对你的节操抱有期待 实在是太侮辱你了呀 福西 魏冤感慨着道 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耻 最不要脸皮和最没有底线的 舌渣呀 我怎么能觉得你是个好人的 不过 这东西倒是感谢你了 魏冤右手握住战斧 缓缓起身 左手仍旧是处于被诸多不同力量干扰的状态下 而此刻魏冤步步走出 仍旧是引动了阴阳大劫轮转的力量 让一道道的阴阳法则连衣朝着魏冤扑杀过来 只是此刻 魏冤不必再担心 手中的战斧一扫 就将其扫平 此乃重气 魏冤看着那巨大的阴阳轮转 周围的大节流光变化 一层层的法则不断地散开 就像是水面上的连衣 而连衣汇聚在一起 便化作了水波 水波叠成巨浪 浪涛滚滚 眼前便是法则的海域 阴阳的原初 而魏冤站在这阴阳大道的海域之上 脚下也是阴阳法则的连衣 双目微合 他能够感觉得到 这里那种在原初的魂天之后 那种阴阳逐渐分开的状态 玄妙万方 魂天之姿已破碎 但是那种繁华无比的万物 却还远远没有诞生 这是一种打破定局 未来却又未曾确定的 充满可能性的状态 远出之海吗 魏冤手持那一柄古朴的战斧 一步步朝着前面走去 长柄战斧的斧头 部分微微点着虚空 层层叠叠的连衣 从他的脚下浮现出来 而后朝着四面八方滚滚散去 魏冤手中的战斧抬起 而后无数的法则汇聚而来 任口之上纠缠着 似乎足以劈开阴阳的法则和全能 最终 魏冤眼底丝丝缕缕的金色因果之光浮现出来 动作顿了顿 以足为根基 悬身 批斩 手中的战斧 裹挟了无比狂暴的力量朝着下面 猛烈批斩 背后 丝丝缕缕的元气汇聚 化作了一尊头顶着天 脚踏着地面目虚幻之人 无量量高 无量量厚之法香 此刻却是呈现双手完好状态 而后双手握住了巨大的战斧虚影 高举过头顶 无声咆哮一声 也紧随着魏冤的动作 猛烈下批 我要回去 结个婚顺便奏一下皮痒的弟弟 你不要给我拦路 给我 开天 第1247章 横渡阴阳 蛙黄之名 背后的法天象的展现出了巨大无比的蛮力 而玄黑卓士奇和原始皇天庆云的联系 令层层叠叠的蛮力汇聚在了一起 舍弃了一切的技巧 舍弃了所谓的法则灌注 只以最为纯粹的力量感 朝着下方猛烈展落 于是阴阳二气 猛然扩散开 眼前的一切层层的散开来 一道纯黑的裂系出现 魏冤微呼出一口气来 直到现在 他才感觉到 方才过于拼尽全力的一招竖辟 让他的手掌都隐隐有些发麻的感觉 只是往前去看 阴阳大劫似乎已经停止了运转 唯独那无比优深 无比优碎的裂系出现在眼前 大劫停滞 阴阳分开 魏冤右手挟持着战斧 一步步踏着阴阳连衣往前走去 周围有着无数的流光汇聚而来 魏冤安心凝神 而哪怕是到了这个时候 他的右手仍旧还是紧紧握着战斧 没有彻底放松下来 这可是阴阳大劫的雏形 哪怕是他手里有着天然克制此地的神兵 也不可能一斧头就彻底天下太平 要是那样的话 这所谓的大劫实在是太过于没有面子了 哪怕只是大劫的一部分 只是大劫的组成成分 也没有可能这么容易就被处理掉 否则的话 也不可能被疏忽二帝共同认为 如果说是现在的蛙黄前来镇压此地的话 是有可能直接遭遇到果崩溃 境界陨落这种恐怖的反噬 除此之外 魏渊非常相信福西的节操底线 他没有埋坑的话 魏渊就直接从这里跳下去 魏渊身边一道道剑气呼啸盘旋 化作了一道防御层 而后一步一步地行走在这一片阴阳海域之上 无声 无息 连呼吸声音和脚步声都被吞没 周围辽阔无比 已经能够给人一种没有边界的感觉 魏渊曾经在神代的四海之中行走过 哪怕是神代浩瀚无比 下方有着雄魂伶俐的海域 也不曾给人这种 苍茫魂厚 囊括一切 包容一切 也演化一切的感觉 这给魏渊一种 他来到了最为原初的时代里面 来到了那种 就连群星万象的帝君 都不曾诞生的那个 最为远古的时代里面 蛙黄和福西 就是诞生在这个时期里面的 魏渊尽可能以福西教导他的阴阳变化之道 囊括了自己的深周 每一步落下 都让激荡起来的阴阳连衣 尽可能的微弱 尽可能的自己抵消掉 不至于掀起 引发更多的变数 只是他走了一大半之后 终究还是引发了异常 阴阳的连衣变化 那一道被他劈砍开来的阴阳大节之气 再度升腾起来 旋转着变化 就像是海域之上掀起了波涛一般 只是刹那之间就已经风起云涌 呈现在魏渊的面前的 是彻底暴怒的阴阳海域 每一道连衣 都代表着极为混乱的阴阳法则 而这里不是一道连衣 甚至于不是一个浪涛 而是一整片海域 是围绕着阴阳之节诞生的 熬不发达区域 围绕在了魏渊身边的阴阳法则 已经彻彻底底的狂暴化 复杂化 我就知道 没有这么简单 眼前的阴阳之海 原本是安静状态下的 非常有条理 而现在则是因为魏渊那一幅 还有行走之时 些微的连衣导致出现了 非常复杂的变化 就像是在一个 完全稳定下来的数据 结构里面 硬生生地塞进去了更多的数据 这就导致出现了 更加混乱的排列 想要往前走一步 可以 用你的阴阳之道 强行把这些 混乱暴动起来的法则抚平 魏渊抬起头 看了看那个不算是太远的大姐 嘴角抽了抽 伸出手轻轻点在虚空 前面的一道连衣散开来 被他以阴阳之道化解 而下一刻 就出现了好几道 法则连衣汇聚来的 更加复杂的波澜 这一次 魏渊耗费了更大的时间 才把这东西破开 走出第一步 就迎面而来 难度堪称是指数级暴涨的阴阳法则 魏渊徐徐吐出一口气 鹅角抽了抽 明白自己现在的情况 是根本就是 直接陷入了一个 纯粹由越来越难的阴阳法则 习体组成的体海 福西那个家伙 根本就是 把魏渊坑进了这里 一个超级封闭的训练营 是的 就是现在人族常用的称呼 体海战术 只是可惜 福西是上古最早的那个文官 而众所周知 炎黄上古文官们的习惯就是 写实 所以 展现在魏渊眼前的 是真体海 文官认知范围内的体海战术 想要往前走一步 都必须要在阴阳之道的领悟上 有更多的成长 啥 你成长不来 那就不要走咯 那就你弟弟 自己搞自己 那就你女儿看不起你 那就你永远缺席 你自己的婚礼咯 很简单咯 魏渊仿佛看到了福西 微笑着朝着自己摊开手 于是刚刚 好像是在帮助魏渊的那些事情 一瞬间 就化作了福西最恶毒的嘲讽 至于以蛮力 彻底劈开前面的阴阳大道 这当然是可以做到 但是此地如同无限的汪洋 而玩过水的人都知道 搅动水流用的力量太大 波涛和涟漪也就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汹涌 而一旦魏渊使用的力量超过一定的限度 就会直接引爆大劫 魏渊的鹅角抽了抽 咬牙切齿 福西 每当他觉得自己已经认识到这个男人的下限有多低的时候 福西都会用自己的表演告诉魏渊 年轻人 你还是太低估他了 而似乎是因为层层叠叠的阴阳法则抵达到了某个界限 魏渊手中战斧的柄部 同样是由玄黑卓士奇构成的部分 上面有一道声音传来 是福西的声音 可嗨嗨 声音调适 声音调适 接下来 我亲爱的外甥 差一点忘记了 还有一首歌没有送到 接下来 请听你伟大的舅舅给你点的歌曲 咳嗽了两声之后 福西直接开嗓 哦哦 别等到一千年以后 所有人都遗忘了你 声音悠扬悦耳 魏渊的心里面一层火直接炸开 他几乎可以想象得到 那个面容俊美 但是心里面就是黑色的家伙 带着那种挑衅戏谑的微笑 然后表情夸张愉悦地演唱这一首歌 忽而想起来 刚刚福西所说 希望你不要在一千年以后才出来 原来是在这里等着呀 魏渊右手握着斧头 自以为自己已经不会再重所谓的挑衅 不会吃什么激将法 但是现在就只是这一首歌 还有脑海中浮现出来的 福西唱歌图 就已经把他的仇恨值拉得稳稳的 此刻他解开眼前这些阴阳法则困境的渴望之心 几乎是燃烧着 TMD 等我出去 一定狠狠地把你劈了 一千年 我这一千年里面 每年都在正月里面里头发 当着你的面里 魏渊看着眼前的海域 抬眸 不过 一千年 福西 你当我现在 还是只有跟着你的步子走吗 黑发道人双目幽深 看到了前面的巨大猎系 这里原本是一个基于阴阳劫难而绝对封闭的玄奇之境 但是此刻魏渊一斧头把这个地方给劈开来 也就代表着 此地的因果法则 已经可以逐渐和外界接壤了 魏渊的黑桶里面 像是幽深无光的深渊 而后忽然有一丝丝的金色晨曦之光浮现出来 那是因果 万事万物之间最为基础最为根本的联系 因果蔓延 静直地洞穿了前方的阴阳连衣 找到什么东西 然后直接以因果为联系 强行挪移跨越这一片阴阳之海 福西 你个文盲 丢人 要给我补课 补课 魏渊 不 我不 因果全能发动 陶课技巧开启 魏渊五指握合 无数的因果汇聚在了一起 编织成类似于锁链的模样 其前端朝着缝隙飞出去 而魏渊又拉扯住 而在洞穿这些阴阳连衣的时候 似乎是魏渊的因果和这阴阳之气产生了某种碰撞 产生了某种共鸣 前方阴阳的气息纠缠 隐隐浮现出了一幅幅画面 这是记录于法则本身的信息和整个世界一同存在 那是世界的最初 或者说是最初这个名号指代的时代刚刚过去 混沌一片的时代终于已经过去 而万物生长 在无数世界繁衍生息的时代还远远不曾到来 这是一个过去的传说已经终结而未来尚未开启 充满了希望的时代也是毫无秩序的时代 一尾巨蛇在这个时代苏醒了 金黄色的树桐睁开 带着好奇俯瞰着万物繁衍生息 一切的生灵神域在他的面前出现 壮大而后聚沙城塔 后又崩塌湮灭 仿佛轮回在漫长的岁月里面 他看着那恒久不变冰冷死寂的世界 看着生死轮回 双目逐渐变得淡漠而冰冷 孤独冷淡漠然如这个世界本身一般 最后连细血都散去了 只是无所谓其生无所谓其死的冷淡漠然 当你看到一切的东西都将湮灭 任何的善恶 终于最终淹没在岁月里面 便发现善恶的局限 那是凌驾于生者和死者 无视于善恶的范畴 超脱于善恶的范畴 地位尊崇 遥远高傲之神 那是世界规则 本身的化身之一 是阴阳之道的原点 本就该如此俯瞰着苍茫 万千众生 见证无数的兴旺和毁灭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在他的对立面 那个和他一同诞生 但是却远不如他强大的意识复苏了 稚嫩而弱小 却让那已经俯瞰岁月变迁亿万年的古老存在的意识 泛起涟漪 税嫩的意识碰触 传递 凶掌的概念 那是 对于这立于岁月之上 俯瞰冰冷世界 岁月流动 不知道亿万年之久的苍茫之神 第一次看到了生的价值 感觉到了一种发自于内心的 由衷之喜悦 那一日 苍茫的古老巨神 无善无恶 无悲无喜的世界原初概念之一 坠入了凡尘 他看着那意识得以抵达了强大的状态 并且赋予了其名字 其名为哇 古之神圣 万物者也 并且有一道意念 直接传递进入了整个规则当中 谁敢对他动手 古老神灵的意念流转 烙印在了阴阳秩序当中 五 必杀之 第1248章 八仙渡海 所渡者和 潜藏于阴阳法则之中 来自于极遥远古老时代的信息 今日 终于因为因果的刺激而重现于世 画面逐渐地消散了 而魏冤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发现 刚刚那个什么颠倒阴阳 速成手册里面 伏西好像真的没有在骗他 至少 对于伏西自己的认知里面 那根本没有骗人 并没有所谓颠倒阴阳的修行法门 纵然说是 以阴阳二气解析世界 并且将其颠倒 看上去如此繁琐 如此的复杂 可是对于伴随着世界阴阳概念出现的伏西来说 那不过是本能 颠倒阴阳 那不是有手就会的吗 魏冤叹了口气 倒是知道了 伏西有时候 恐怕并不是想要去扎 而是他的认知和自我的逻辑 根本就不是可以用常规的方法去理解的 你不能让人去理解下虫一样 也不能让寻常的生灵去理解伏西 用人间一百多年前一位作家写的克苏鲁神话里面的东西来打比方 人类看到超过自己认知范围内和解析范围内的高魏格存在会发疯 那么伏西的本体就是魏格已经高到了克苏鲁见了都得自戳双目的状态 撒旦背上都得纹着你JPG 但是这和我出去之后给你一斧头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魏冤此刻回去暴揍伏西之心并无半点的减弱 而就在这画面演化变化的同时 因果的锁链已经彻底地抓住了某个存在 只是下一刻魏冤的神色微有凝固 微微压异 而后呼而常叹一声 道原来如此 这里是阴阳大节和核心 是模拟回到了原本 连时间这个概念都没有意义的环境当中去 魏冤一幅批展出去 并没有能够直接打通这里和现代人间界的通道 而是打通了这里和过去某个时间节点的联系 寻常的因果 不够稳定 不够强大 无法让魏冤本体回归 但是此刻 在那裂系的笔触 却又有数道特殊的因果 分开来的时候 并不是强大到无与伦比 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却又有隐隐的联系 隐隐展现出了后天八卦逆反先天之气象 牢固无比 坚硬无比 正是 人间八仙 先前魏冤曾经看到 隐隐有庞大因果反馈 不逊色于无知其正道极的那一个机缘 正是应在了这里 而他们彼此之间修行的法门 也是魏冤当年所传下去 是从福西外在表现的神话概念 先天八卦为基础 自行拆解开来 譬如吕洞宾便是庚金 而汉中离则是离火 彼此各持异端 若是联手的话 就可以逆反后天成就先天八卦 阴阳轮转 和这个地方的环境相契合 又都和魏冤有着颇大的因果联系 这一下被魏冤的因果锁定 算是巧合 却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必然 但是此刻的因果却还不够强大 不够稳定 魏冤抬手轻轻暗柔眉心 他有印象 吕洞宾的巅峰期是在大唐时代 而八卦之中的最后一个 则是在宋代的曹国舅 魏冤先前一缕神念抵达那里 发现张国老便是张若素的时候 也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吕洞宾已经陨落兵解了 修行剑先之道 走的是斩外魔机外弓的路数 自然容易受伤 只是魏冤确信 吕洞宾还有转世之身 八卦修行的法门 彼此之间互相有联系 哪怕是吕洞宾生死 其余七卦的气息 也会将其真灵护持住 令其转世 只是不知道 他的转世是在什么地方 魏冤忽而想到了 自己的转世原因 唯独人世间的大争之事 大乱之事 方才有可能 让那些已经度过了 天地轰炉洗练的魂魄真灵 在大争之事的气韵 盘旋之中被拉扯 进入到了人间界 转世为人 吕洞宾恐怕也是如此 吕洞宷啊吕洞宷 我要看看 你这一世 转世成谁了 找到吕洞宾的转世 重新凑齐八仙 让他们渡海 比渡海 我一渡海 渡之 渡之 魏冤抬眸看着远处的裂隙 这个裂隙不够大 也不够稳定 因果锁链不够强 原始天尊的本体 无法降临 魏冤摇了摇头 索性盘坐在虚空之中 任由那无数的阴阳轮转法 则纠缠在自己的身边 而后一缕神念瞬间分出 仍旧是黑袍道人的模样 只是瞬间就踏着因果之所上 阴阳大劫 应激而动 而魏冤已经在一个瞬间掠过了此地 踏入了裂隙之中 阴阳之劫的反应虽然迅猛霸道 但是却已经无法追赶上魏冤的神魂 而此地 那柄具备有镇压阴阳 划分清拙之力的战斧被魏冤的肉身握在手中 其上自然而然有着玄妙法则散发 荡开了一圈圈的连衣 于这波涛翻涌的阴阳之劫中央 仍旧开辟出一处安详之地 手中战斧没有了魏冤自我的克制 猛然分散开来 阴阳轮转 原始天尊盘坐于其上 头顶黄天庆云 流转变化 垂落下层层的霞光锐彩 而一侧则是有着一面翻起垂落身边 仿佛立于遥远岁月的尽头 大雪隆冬之日 临安城 虽然说如今的家国附属 但是那也大多只是高高在上的士大夫们才有的待遇 寻常百姓也是过得紧巴巴的 今年也不知道怎么的 冬日尤其的冷 冻死个人 路边便有一人冻死了 来往之人感慨叹息 那冻死的人却是在这一片街区里面 颇为有名的破落户 也不知道哪来的 生来疯疯癫癫 如同一个吃傻之人 口里面总是会咕弄些旁人听不懂的事情 冬天也不知道 避避风寒 今日一早就有人发现 志祺儿坐在墙角 身子已经僵硬了 确实已经死了 路边的行人忍不住感慨叹息 哎呀 真的是 造孽呀 这 今日怎么又死了一个 旁边有个店家感慨道 谁说不是呢 这天冷了 老天爷要收人了 也没法子了不是 不过 也是因为此人疯癫 不知道避开风雪 这才死了的 要不然 去城外破庙 躲躲风雪 多少能够避开这一劫 那老人汉手 道 这人叫什么名字 死便死了 多一个人知道他的名字也是好事 没名没姓便死了 也太过可怜 店家道 老先生真是好心肠 不过 他这人连说话都说不清楚 一会儿说自己是个秦国人 还是史皇帝手下的什么黑兵台 一会儿又说自己是唐朝人 还说是玄奘大法师的表兄弟 又说自己认得诸葛武侯什么的 哈 这些话都眉头莫尾的 咱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名字 也就是常常胡乱地走 有一次大约是天黑路滑 一不小心走到了臭水沟里面 又给几个疲痒了的野小子给见着了 就绕着他喊臭水沟子 臭水沟子 不知道怎么地 这个奇怪的外号便是传开了 您若是不在意的话 也随着叫他一句臭水沟子便是了 那心善崇道的老者一惊 这 这岂不是常被欺负 欺负 那倒不是 现在没有什么客人 店家小二也乐得在这里说道说道 他虽然说是常常疯癫 但是却不是什么好惹的 力气大的惊人 往日曾经有过些破落户找他的麻烦 十多个每日没什么正经营生 只是打熬气力的汉子 硬生生被这一人拎着根破树枝打了三条街 十多天下不来床 跑去报官的时候 当听说是这边这个憨傻给打坏了的时候 被一阵大笑的给轰出来了 根本没人信啊 老者亚裔 没有想到 这竟然还是个有点本领的人 当即感慨到 往日总是说 俗事多奇人 这一次见到 果然如此 可惜啊 来 小哥 这些银子你拿着 帮着置办一下后事吧 那店小二推辞道 后事倒是不劳您了 其实 他今日在这儿等了整夜 倒也不是不能理解 当年 喊他臭水钩子的那几个孩子 前些年的今日带着他 吃过一顿好饭菜 说是 今日会来得找他的 老者道 前几年约好 店家道 是 前些年他们长大了些 离家离城 外出头军 进了月元帅的麾下 一路抗金 老者肃然 道 那他们 店家看着外面 白血挨挨的临安城 语气平淡道 前些年 朱仙镇那一次 和金人死磕 都没了 老者神色复杂 感慨道 为家国而奋战浴血 是壮烈之事 而这位 虽然说天然痴儿 但是却也知道守诺 却也值得敬意 他今日本来是买了些酒肉 打算回去 他速来重道 家中和一位 不知道多少年岁 姓张的老道人有关联 事实上 他已经隐隐明白 那张老道 究竟是谁了 他年少的时候 那位骑着毛驴的张老道 便是如今 这一副模样 而他现在都已经白发苍苍 子孙满堂 张道士也还是没有怎么变化过 若不是陆地上神仙 哪里有这样的手段 今日又是十年一度 那老者将会倒骑着毛驴前来 虽是道人 但是尤其喜欢喝酒 自己买来了许多酒肉 正是要回去招待 但是遇到这位被冻死之人 却又有些感慨不忍 取出些许酒肉放下 直到 就当作老夫 请你和你那些朋友 喝一顿酒 吃一顿肉吧 此刻才发现 那冻死之人 头发披落下来 遮住了面容 心中好奇 这样一位手诺之人 到底长什么样子 下意识伸出手 拨开了垂落下的黑发 旋即看到了一双 冷若寒心的毛子 老者心中惊计 猛得起身 连连后退 你 你 你 他看到那冻死之人 气质忧伸平静 道 当今之事 是什么时代 第1249章 天师归位 真人得道 突如其来的问题 突如其来的变故 原本已经在风雪之中 冻死的乞丐 忽然睁开双眼 让那重蹈的老者 差一点被吓得大喊出来 也就是平素里面 吐那氧气 多少算是有些 氧气功夫在 这才没有被当场吓晕 除此之外 也有一股股的温和气息 落在他的身上 安心凝神 可是即便是这样 那老者 也是被吓得猛得起身 登登登 连退了好几步 脸色煞白 而听到那人的询问之后 几乎是下意识地 开口回答道 你在临安城里面 也不知我大宋 果真是疯癫啊 大宋 魏渊心中自愈 知道这是宋代时期 而吕洞宾 当时宾姐 是在北宋年间 不知道 距离当年 到底是过去了多少年 自己需要找到八仙 令八仙归位 方才可以一口气 直接掠过阴阳之海 回到现世之中 况且 张老道在岁月之中 已经待得太久太久了 他也该回来了 人间界此刻 缺乏顶尖之下的一流战力 走了一个张老道 回来八仙这个神舟神话里面 顶尖的组合 也可以极大的缓解 人间界的实力问题 或者说 当魏渊吴之奇 他们外出的时候 人间界也可以有人守家 不至于两个人一出去 神舟内地 就变得孤立无援 没有足够 有分量的强者镇压 还有 那个因果明明的感应之中 不逊于吴之奇 正道时期的反馈 那老者 却也是半个修行人士 在先前的惊吓之后 却也知道 眼前之人 并非是什么鬼妹 假死还生 这也应该是一尊 难得的奇人异士 此时他来买些酒肉 见他身上衣服 仍旧还是破旧不堪 但是神采气质 皆是不同凡响 当即抚须笑道 这位小兄弟 现在天寒 若是不气 不妨去寒舍之中 吃两杯酒 魏渊稍微斟酌 看到这老者身上 一股清气 又有丝丝缕缕的因果纠缠 似乎和自己也有些关系 当即答应下来 老人笑着邀他同行 临行之时 还赠予那店家一些银钱 便说是多谢他方才的故事 老者自称寒舍 但是却是一处颇大的宅邸 在这宋代 能够有这样的宅邸 恐怕家族之中也多有官僚 适适代夫出身 老者带着魏渊进来之后 家中 仆从好奇不已 却又不敢多说什么 只按着那老人的吩咐 带着魏渊去洗漱 更衣 而老者已将手中之酒肉递过去 吩咐道 张道长 醉喜这一家的吃食 我亲自买来 你们再将冷菜八种 热菜八种食心瓜 裹切一盘凑来 勿要出了插尺 只是老人进门 准备换一身衣服的时候 却被妻子拦住 那老太太 白发如双血 仍旧是插着筋不摇 一双毛子寒微不露 虽已老去 仍可以看得出来 年轻时候也是一位资荣清丽的美人 只是现在 这老太太 却是恼怒起来 又去买酒肉了 老者尴尬道 嗨嗨 是 张道长每十年才来一次 不多 不多 老太太眉头抬起 道 是十年才来一次 可是咱们年年都给她赢钱 可曾有一日少了 老者咳嗽两声 道 可是 张道长也说了 可以庇护我们家一百年不衰 而今天下几度大便 我们家不也一样是稳稳当当的过来了吗 些许银钱 就当作是结交其人意识 又有什么不行的 老太太杨梅道 可以 那么那李清照 又是怎么了 她也都快要六十了 丈夫都死了 还下过狱 你为什么还要邀她来临安住 还时时的给她送些银钱 说 你是不是都这么多年了 还对那李清照于情未了 老者哭笑不得 自己和妻子都这么多年了 竟然还来吃飞醋 当即无奈道 他是为了明成的金石鹿 教堪整理 表进于潮 我们年少时候也都是在一起的 我和明成也是少年好友 儒家所谓利言利得 这金石鹿也算是明成一生心血 不可以令其失散于世 至于所谓情义未了 夫人 此番话 却再不可说 老太太咕弄道 不说 便不说 那那个起盖 老者感慨着道 那可是人间奇人啊 夫人误要失礼了 玉筒之中 未冤让自己的身躯 进入到了温热的水中 让水流冲洗着自己的身躯 双目闭住 让这一缕神魂 一点一点地掌控着这个身躯 原本 这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过程的 但是这一次做来 却是极为的顺畅 就好像是这个身体 原本就是自己的一样 魏冤伸出手 五指握合 心中浮现出一丝丝古怪的感觉 难道说 这就是我在宋代那一段时期里面的转世身 原来 不是每次的转世 都能够正常地活下去的呀 魏冤哭笑不得 却又有种 这才正常 这才合理的感觉 唯独乱世 才有可能有转世的机会 那么自然不可能 每一次的乱世 都能够活下来 都可以活得很好 而且从现在这个身躯的经历来看 过去有诸多混乱的记忆 连正常生活都困难 是玄奘作画之前的祝福 没有想到 不单单明代时期 会陷入太庞大记忆的干扰 宋代就已经开始了 而且 明代那个 好歹还是正常状态的 转世到宋代的时候 就直接是被那 恐怖的真灵记忆 搞成了个疯子 乞丐 恐怕是玄奘 那样的境界修为 也没有想到 魏冤的真灵记忆里面 究竟有多少东西吧 魏冤看到了 玉桶之中的水 泛起了层层涟漪 涟漪层层叠叠的碰撞 忽而竟然有阴阳气息 流转而出 化作了一尾阴阳鱼 魏冤皱了皱眉 抬手将其打散看 却见到一切寻常 并没有什么阴阳气息的流转变化 也没有显化出来的阴阳鱼 是阴阳大节的影响吗 魏冤柔了柔眉心 耳畔隐隐还能听得到 阴阳大节的波涛汹涌 则 阴魂不散啊 就在那老者和老太太闲聊之后 老者沐浴更衣 换上了一身 看似朴素 用料 却很讲究的道袍 摆下了宴席 果不其然 才过一会儿 周围忽而就变得 苍苍茫茫茫的一片 犹如云雾降下 一老者盗骑着轻驴 从云气之中走出 衣衫飘飘 白发如雪 手中一酒壶 一竹筒 筒中有千 当真如同 是人间仙人 除此之外 尚且还有一位青山文士模样的中年男子 面如官玉 气质洒脱出尘 绝非是往日里见到那些福道之徒可以比拟的 张姓老者走下地来 那一头青驴转眼就已经化作了一片简纸模样的东西 被收入了老道袖袍里 这一下 就连方才那老太太都不再说什么质疑的话 老者迎上前去 兵主落座 言谈之中 甚是融洽欢喜 推杯换盏 那张姓老道 喝了几杯酒 忽而粘着酒杯 指了指 院落里面的方向 含着笑一道 那边似乎还有一位小兄弟 筋骨颇强 气血雄浑 当是壮士 不是凡俗之人 何不邀请出来 一起喝杯酒来 先前让魏冤来此的老者一时迟除 他方才已经安排下人 去引着那琴 去另一处吃饭 但是此刻 既然是这位疑似是传说之中 到门八仙之一的人开口 自然是无有不允 当即让属下前去找那人来 魏冤正在活动手腕和筋骨 这个身躯 太弱了 当然 这个弱小 只是在他的判定里面 哪怕是玄奘开启的前世 素会太多太杂 导致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疯癫状态 但是身体 本能按照这些记忆里面的东西 去吐纳 呼吸 仍旧养出了颇大的气力和手段 不过也仅此而已了 便即有人来敲门 却是这院落里面的下人 将方才那老者的话语转述 魏冤抬了抬眸 嗯 有客人来 让我去见一见 虽然说 只是一缕神魂 却也已经隐隐感觉到了故人之所在 微微笑道 那么 就有劳带路了 那扑从松了一口气 连忙在前面引着路 走出院落的时候 那张老道正在和旁边那文士寒箱子 对酒闲谈 远远瞥见魏冤 笑着道 果然是壮士 筋骨打熬 堪称是大成 魏冤唤喜之后 只是穿了一身黑色的道袍 足踏盲鞋 一根木簪竖发 迈不踏钱 神魂引动一缕气息 于是阴阳二气流转变化 这个时代本已经匮乏的灵气猛然被席卷 而后如同浪潮一般的被吞纳进入了这黑发道人身上 刹那之间已生出气感 须得旁人六十年功力 张老道的眉头挑起 不知为何 隐隐心计 一种熟悉 却又陌生的感觉 让他捏着酒杯的手指都僵起来 第二步走出的时候 气息生腾如漩涡 寒香子的神色凝滞 等到了第七步的时候 那种道门幽远磅礴 仿若海域般的气息已经彻底成就 这院落中的老者和老太太惊愕不已 看到先前两位如同世外仙人般的存在面色迟滞 带着不敢相信的看向前面道人 他们的感知当中 整个天地的元气都环绕在这道人身边 呼啸磅礴 仿佛大海 那院中主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是压住了心底的疑惑 带着笑一道 两位仙长 这就是那位壮士了 傅佑看向黑发道人 道 来 本来想要呼唤其名字 但是却忽然发现 自己只知道 这个道人的外号水钩子 大号更好 再加上个臭 全称是林安城破落户 臭水钩子 这句话如何能说出来 当即声音一致 只是道 我来介绍 这两位 可是得道真修 人间陆地真仙 你今日能够的见两位 可谓是莫大的仙缘 来 还不快快去见过两位仙长 敬酒一杯 他担忧着起而不知道礼数 反而饿了两位仙人 连忙催促 顺便亲自斟酒一杯 但是还没有说话 却听得了动静 在看到 那两位仙人竟然猛地站起来 面色迟至震动之色 看着那黑袍道人 道 你 不 道友 不 前辈是 院中已是沉默死寂 魏渊看着那比起先前见面的时候 更加苍老了些许的老道人 道 许久不见了呀 上一次见面 还是仁宗时候了吧 仁宗 端起酒来的老者手腕一抖 那 那不是已经几百年前了吗 寒香子瞳孔收缩 似乎想起了什么 张国老神色惊恶 下意识的难道 原始天尊 那受到惊吓的老者 几乎步步后退 魏渊看到张国老的境界 已经抵达了一种 极为巅峰的状态 微微汗手 抬起手 手指之上 因果纠缠 阴阳轮转 道 修行境界已经到了极限 一桩因果 终于也到了醒来的时候 沉眠如梦 过去现在 也不过泡影梦幻 何不速速醒来呢 张若素 龙虎山上 黑猫类 每日都只是打着哈欠 来来回回的巡视 在每日的日常任务之后 就会回到了 龙虎山的后山上 趴在了张老道的怀里 安然看着前面那一根 越来越短的隐魂箱 有时候 他也想过 张若素会不会就这样 再也醒不过来 再也没有办法 像是往日那样 给他揉头 但是猫的世界里面 没有太多复杂的东西 黑猫类 只是等待着而已 没有张若素 何有张若素 其实对他的生活 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 也就是 每日休息的地方 换了个位置 也就是每天多了一个 需要做的事情 仅此而已 而这一天 在黑猫类打盹的时候 他看到 那一根隐魂箱上 忽然出现了异象 烟气鸟鸟声腾而起 本来已如同玩石一般 不动不摇的张若素 忽而颤动了一下 而后 平息许久的呼吸声音 再度开始 悠长无比 一吸 隐魂箱的烟气 就朝着口鼻而来 滚滚浩瀚 继而蔓延出去 最后一口气 吸干了龙虎山方圆百里的烟气云雾也似 许久之后 长呼口气 一呼一吸 长声之道 龙虎山中名 九九八十一声 黄色祥云 冲天而起 是真人得道 第1250章 纯阳 八仙 南宋 临安城 一股纯粹无比的清气冲上了天穹 当日整个临安城上空 天色旋起 金色的流光 把整个天穹的云气都冲散了 云气散开之后 形成一种金色光尘般的异象 又被落日之时的阳光一冲 金红之色冲天而起 仿佛大鹏展翅 今日宰相秦桧相共入宫的时候 似是被这天象给惊了一下 登台阶的时候 踩空了三次 又远远听到了 为了那岳飞叫冤的学子 和百姓们的声音 又有人说 今日这一项 乃是岳飞魂魄 英灵不散 回到天上 重做了那大日金鹏鸟 秦桧抬起头 看着那天上的云气霞光 金色流转 确实犹如大鹏阵齿 心中音意更甚了三分 而就在这临安城中 一处颇为奢华的豪宅当中 张国老被魏冤 叫破了魂魄真灵之后 就如同陷入了大梦当中一般 不言不语 闭口闭目 足足数日功夫 等到了第七日早上 太阳出生的时候 一道紫气流转于东方 忽而落下 张国老方才如梦初醒 大梦谁先决 平生我自知 五堂春睡足 窗外日迟迟 张国老悠然 常叹一声气 睁开眼睛来 气质玄妙幽深 已经和先前的自己截然不同 退去了那种老麦之感 一呼一息之间 隐隐然有着和天地 万物融合唯一的感觉 寿数也自然而然地提升 是所谓与天同寿 这就是道果之下第一阶梯 亦或者说 终于有资格去想一想那传说中道果境界的门槛吗 张国老亦或者张若素心中复杂 回忆此次 自大唐时期转世 一直到现在已经是南宋年间 经历过诸多危险 也曾经斩杀过妖魔 便揽山水风光 到了如今 终于留下了各种的传说 此刻化作锚点 踏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期间只需要踏错一步 没能够坚持修行 而是沉醉于花花世界当中 前路就会彻底断绝 在无半点回归原本时代 自身化作锚点 堪破岁月迷雾 踏足道果境界之下 最强阶位的可能 当即抚须朗声道 得道年来八百秋 不曾飞剑取人头 玉皇位有天福智 且或乌金混逝流 一粒金丹吞入腹 我命由我不由天 而后睁开眼睛 气质从容平和 飘然若仙人 然后看到了一个 黑袍道人坐在前面 一只手撑着下巴 一只手拿着一串葡萄 往嘴巴里面涩 眼睛里面笑意盈盈 左手打了打招呼 哟 早啊张道友 吃了吗 微笑从容张若素 心脏骤停 曹 忽略 下意识抬手 捂着心口 蹬蹬蹬后退 刚刚突破了 实在是太开心 竟然忘记了 把自己叫醒了的 就是未冤这个家伙 不是 这家伙现在 不是应该在一千多年之后的人间接吗 怎么会在这里 那黑发道人 贪了贪手 嘴角还带着笑意 但是却是一副调侃的语气 道 张道友 小心身子啊 这个时代 可是没有上清灵宝宗的 护心救命金丹 给你磕的 张若素下意识地回答道 没关系 我自己会练了 虽然说失去了记忆 但是 当年和林宝宗 有一番机缘之后 林宝宗愿意开放 部分点击 和丹药的配方 密法给他 失去记忆 陷入了胎中之谜 完全不知道 发生过的事情的张国老 若素同志 仍旧靠着本能 坚定无比地选择了 救命护心丹的配方 并且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面 掌握到了炉火纯青的级别 当年的林宝宗宗主都呆住了 问他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林宝大动真经都可以开放啊 你选一个效果偏门 练出来几乎都没有什么机会 派上用场的救命护心丹 但是 张若素非常且无比地坚定 就这个了 未冤证住 而后放声大笑 极为酣畅淋漓 张若素无可奈何 最后也似是被他影响到 无奈摇头失笑 轻笑 含笑 最后也不知道何时 只是酣畅大笑 魏冤看着张若素此刻的状态 已经完成了过去锚点的统一 本体之处 应该也已经有所感应 只要回归过去 过去现在和二为一 便可以彻底踏出那一步 成就真正意义上的 道果之下第一阶梯境界 若是执掌玉黄金服 四海之力归于己身 完全可以和魏师斩出 道果层次的强者拼命死磕 而若是要进一步 因为命运的所谓善缘 卓氏雷神杀死了清氏的雷神 之后 清卓两枚雷霆道果都 落入了魏冤的手中 大部分的全能拆分开来 化作了天庭雷布 俘禄体系的核心部分 而最核心的部分 属于道果的本阵一点灵机 却还存在于天庭 张若素在进一步 执掌雷霆道果 立刻便可以走到道果层次的力量 人间界终于有了一个 可以长时间坐镇的顶尖站立 而且还是可以基于 超巨型天庭浮路阵法 做到超广剧内大范围 AOE攻击的那种类型 他微微抬手 微笑道 修行千年 一照的道 正常生不灭 与日月同灰 逍遥于天地 道友 恭喜 张若素心中意识感慨万千 拱手回礼 正色道 多谢道友助我 魏渊看着眼前这已经脱胎换骨的好友 心中也是颇为欣喜 而到了这个时候 他忽然明白过来 自己得正因果之道的时候 魂天出现 朝着自己恭喜之时的状态和心情 此时此刻 亦如彼时彼刻 只是人世皆已不同 张若素道 不过 你怎么会突然来到这个时代的 总不至于 只是专门为了度我来的吧 魏渊道 是 却也不全是 他手中端着一杯酒 将先前发生的诸多事情 都向眼前的张若素详细说了 让老道士听得瞠目结舌 目瞪口呆 最后呆之道 所以说 命运已经被揍翻了 然后卓氏之鸡死了之后 卓氏大尊改头换面 重新变得勇武豪杰 规虚之主 其实是以自己的性命作为筹码 然后将命运的情报搞清楚了 他其实是董仲书 还是当年儒家夫子的三千弟子之一 夫子也活了 卧槽 我才离开多久 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我龙虎山 没什么事情吧 魏渊安慰他道 没什么 也就是两位蛙黄都在 援军也在 福西也会没事来这里串门 哦对了 吴芝琪也踏足道果了 现在龙虎山上 常态化有五个道果层次在 不会有事情的 五个道果 张若素捂着心口 魏渊道 另外 回去之后 你可能要稍微帮忙 赶一下身份证 魏渊声音顿了顿 补充道 大概很多 不止一张 张若素捂着心口 亮亮呛呛后退 嘴角抽搐 老道是下意识 脱口而出道 你 你根本就不是来度我成仙的 你是来超度我的吧你 心脏都受不了了 魏渊摸了摸鼻子 咳嗽一声 道 能者多劳吗 况且 他声音顿了顿 道 等到了八仙渡海之后 你恐怕还要给另外七个做身份证明 另外 姚姬和苍龙 麒麟那边可能也需要帮忙 大概可以直接凑个整 张若素张了张口 一时间甚至于无言以对 老道人叹了口气 只好把这件事情暂且抛在脑后 未来的事情 那就只好交给未来的我去头疼就好 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愁来明日愁 张若素 抚须道 所以 你要借助八仙渡海的因果 得以踏破阴阳之节对你的困境 魏渊点了点头 在这个时候 他耳畔还能够听得到阴阳大节的波涛冲动的声音 而且比起之前听得更加清晰更加明显 毫无疑问 是在他前几天出手 点破张若素的胎中之谜 让他整个人苏醒过来 动用了因果之力 导致了阴阳大节锁定了他 也就是说 以现在的状态 他越是动用自己的力量 就越是会受到阴阳之节的牵引 到了最终 甚至于 有可能会被阴阳大节 直接将这一缕神魂意识给拉扯回去 当然 也有可能是那大节被他引动下来 在这个时代的人间界降临 爆发 无论是哪个选择 都不是那么的美妙 毫无疑问 魏渊在控制自己的力量 不能随心所欲的运用 只是哪怕离开了阴阳大节 还会不时地看到虚空中泛起的涟漪 而后须得要以阴阳之道 将其化解 镇压 以免其扩大化 真正地引起灾节 导臣 是虽然离开了那里 但是该要做的功课 还是得要做 张若素略微沉吟 不过说起来 我们这段时间 在天下各地游走 正是为了寻找到 吕纯阳的转世之身 他的剑术超凡 道法也是高深莫测 若是转世的话 此剑自然生出灵性 他取出一剑 横于手中 正是吕祖纯阳剑 魏渊道 其余八仙在何处 张若素神色 黯然了一下 道 你来得迟了些 岳飞岳五目 已经被刺死 而且并非是传说中的风波亭 历史上 是在狱内 被以拉斜之行 也就是以 顿气猛击肋骨 胸骨导致的死亡 极为痛苦 当年 我们曾经立下誓言 不以自身的实力 去干扰控制 人间王朝的走向 这当初 是为了防止 修行者 产生心魔 毕竟体会过一切 都在掌握中的那种 高高在上之后 很容易真的 把众生当作了奴仆 而自己高高在上 魏渊道 那么他们去做什么了 老道府须叹息道 我们本来打算 在风波亭前 将岳飞带走 然而却未曾想到宋帝 竟然胆怯到了 连这几日都等不得了 我们未曾救下他 但是倒是有一名青年 去劫狱了 那青年带着岳飞杀了出来 却因为势单力薄 最终连自己也陷落 我们没能救下岳飞 已经是可惜 也不能让壮士遭遇危险 他们两个去救人了 魏渊点头 道 这样的壮士 当然该救下来 他看着手中 那柄纯阳剑 屈指扣机剑身 神剑名笑树生 丝丝缕缕的 因果流转入其中 魏渊道一声且去 伴随着耳畔的阴阳波涛 声音越来越大 那剑 也化作了一道流光飞去 魏渊起身 道 找到了吕纯阳 也好解决这些事情 只是剑光飞顿而去 他们却看到 那剑光 在连安城转了转 飞入了城外一处地方 施展出 咫尺天涯的步伐 去了的时候 看到那是一处破庙 上面佛像 已经有些老旧 铁拐礼和汉中 黎站在一旁 一名穿着球衣的青年手里 握着烧鸡 大口吞咽着 二十多岁年纪 黑发垂落 眸子尤其漆黑 那柄纯阳剑 睁然名笑 倒差于这青年身前 剑名悠长 张若素眼瞳瞪大 汉中理解释道 这便是那位壮士了 年岁不过二十八九 原本在金国境内的汉人 一例抗金 甚至于混入金国官吏之中 为抗金历史做了诸多帮助 听闻了岳元帅事情 心中不愤 索性辞官而来 为了的就是节欲 却是 却是 他说不下来 只是那青年眼底 对于大宋的期待 早已经燃烧成灰 身为汉人 却生长在金国的境内 渴望着回归故国 却连彼此神交已久的名将 却也陨落于自己人的手里 这对于任何有志之事来说 都是极为痛惜的事情 青年神色引有黯然悲怆 也不答话 盘坐在佛像之前 大口吃肉喝酒 打扮像是个乞丐 行为却像是个豪杰 张若素看了看那落于青年生前的剑 道 纯阳 那青年把最后一块肉咽下去 大口喝完了酒 回答道 这位老道长应该是找错了人 什么纯阳 那是吕祖的号吧 我这样的后背修折 怎么敢这样叫 张若素看着眼前 这虽然衣着破烂 却难掩风采的道人 笑道 那你叫做什么 青年提着一把破破烂烂的剑 起身拱手道 在下俗家姓王 并非纯阳 而是重阳 名为允卿 道号重阳 便是王重阳了 张若素呢喃自语 纯阳 重阳 纯阳 铁拐李和汉忠离也是面露喜色 忍不住大笑起来 重则为往日之事再现 往日之人重逢 纯阳之名 再现于世 事已为重 王重阳 张若素和魏渊对视一眼 指着那青年 放声大笑 却终于找到你了 大仙 其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